留言当头我是妍妍 今天刚才我是露露 是今天到了8月 8月25日 25日了 8月25日了 那么 其实呢 26日了 我说呢因为我在想呢 8月27日明天的时候 就是大家一起会 今天是25难道周日吗 我还想了一下 应该是26日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时间在过 在三天之前啊 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呢 在意大利这方面 发生了一场地震 这场地震呢是达到了 这个离世6.2级的强力地震 它是表层地震了 但是表层地震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使地面晃动特别大 那么当时呢就会造成了 死亡的人数达到了 现在啊 目前为止死亡人数达到了247人 嗯 其实这个6.2级的强烈地震 真的是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 然后他们 就是拯救人员呢 也在 他们也希望在黄金的72个小时以内呢 可以拯救完所有在那个 网勒堆下的居民 那根据一些报导就显示说 他们总共有4300名的收救人员 参与了这一个救完的活动 然后在星期三的晚上呢 就救出了一个在困在那个瓦勒底下的 呃 十岁女童 是的 那呃 同时呢 呃 在地震过程当中呢 也有很多的这种伤亡 呃 你包括其实意大利在2009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场地震 这场地震当中 当时就造成了300人的死亡 呃 那么其实在那场地震当中 有一家人 他们庆幸就没有在那场地震当中受到伤害 呃 所以呢 这家人在劫后重生之后呢 就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阿尔托卡德尔特隆托 呃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没想到哈 在2016年 也就是过十 呃 七年之后 八年 大约七八年之后呢 没想到就在他搬的这个地方 又发生了这场地震 在地震 这场地震当中呢 他很不幸 他是好的 他的丈夫也是好的 但是他失去了自己18个月大的女儿 嗯 呃 所以两场地震 夺过了第一场 呃 但是他也很不幸的也没夺过第二场 呃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呃 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 一些意大利的家庭都在度假村里 度假着 呃 很多的这个朋友们 或者意大利人 他都会在度假屋里 就是发现了他们的一些 在瓦砾底下 发现了他们的遗体 呃 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来 可以看一下 意大利 这种地震 其实意大利 它是处于这个欧洲 板块的 呃 断裂带的 那么欧洲板块的 断裂带 它就会经常发生地震 大约 有的人在预估哈 大约每九年 就会发生一次 强大的地震 你是都会达到六级以上的 那么 面对这样子的 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 意大利这方面的这个房屋建设方面 是否有所改善呢 好像似乎我们可以看到 如今啊 在今年发生的地震 依然造成了很多房屋的倒塌 而且是很多人员的死亡 可以看到 意大利的三个城镇 已经夷为平地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由的去反思 意大利的政府或者相关部门 究竟在这种建设房屋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改善 它的建筑抗震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在有一些专家来说 他们就认为 这个地震呢 在意大利 其实在未来的时候 还是会发生的 所以他们觉得 意大利的政府呢 应该要改善一些措施 然后去防范 然后来保护一下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就是要先 就已经知道了 意大利还会再发生 一些比较严重的地震 所以还是要 就是做好那个 防范的措施 让那个伤亡减少到最低 是的 我们也可以 在未来的 能够看到意大利方面 在房屋建设方面 有更多的这个防范 防震的一些措施的出现 但其实同时呢 在除了意大利 在美国这方面 也发生了龙卷风 嗯 在美国 印第纳 安那州呢 的中部和中北部 在星期三的时候 就遭到了很多股的 龙卷风袭击 大约呢 有12个人受伤 超过4万人 没有电可以用 嗯 当时的龙卷风呢 确实龙卷风当时 如果是我们用照片拍下来的话 确实那个场面还是很震撼的 哈 据当地的这个居民呢 给大家的这种回馈 说当时 呃 在夹杂着一些雷雨 呃 同时呢 整个天都黑了 伴随着一些闪电 呃 当时呢 这样子的 有些汽车就被掀翻了 然后屋顶呢 也被吹走了 啊 大树也被吹倒了 很多的屋顶都被吹走 目击者说了 他说 这个呃 龙卷风来的时候 确实实实是很害怕的 但是呃 很庆幸的是 呃 这场龙卷风 没有导致任何一个人的伤亡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美国国家气象局 当时 他们感觉到这样子的情形 很特别危险了 就督促人们立即进入这个庇护所 所以呢 当地的居民是没有什么伤亡的 嗯 其实伤亡还是有一点啦 就只有12个人伤亡而已 暂时性 受伤是吗 嗯 就是一个受伤 可能应该也只是轻伤而已 所以 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一直的留意着我们的天气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昨天也出现了那个 是的 叫 那个是什么 很 海啸云 对 对 就看起来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也可能会有一些 呃 天灾啊 还是得小心了 我觉得 嗯 所以我们需要就查一下 是否海啸云的出现 是不是真要有海啸出现 然后需要去查一下啊 然后那么相关的地震 就或者相关的国家的一些气象局部门呢 应该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啊 调查或者是核实 或者是说 呃 有测 有测 有着重性的一些啊 关注 呃 以便 以便就是提前告诉居民将要发些声什么 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 这样子的话呢 受伤的人 无论是伤死亡的人 伤亡的 伤 受伤的人都会减少的 呃 那不过其实这场龙雪风还是导致了 就四万人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电了 会要需要重新恢复电力了 你看我们的这样子的天 这是叫天灾 呃 其实呃 另外的在英国这方面 其实它不算是天灾 但是也发生了一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它不算是天灾 应该也算是意外吧 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地方呢 这就在警方的证实下 星期三的时候那警方就表示说 有五位的那个游客 就是游泳客 嗯 他就在当地的那个沙滩发生了一些意外死亡了 然后经过一些追踪 追踪以后 他们发现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那个游泳的人 他们遭到了水母的折斥 嗯 所以就被水母给杀了 嗯 是也许有可能是遭到了一个水母的这样子的毒刺了哈 因为水母我们都知道在海滩上如果你被水母刺到的话 会很痛的 而且会中毒的 当时你就需要被立马的送往医院进行解毒啊 树液啊 这类的治疗 但是也许这个水母太大了 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它早导致了 当时就导致了五个游客的一些死亡 同时呢呃发现在退潮之后 这五个游客当中其中有两名是在海水退潮之后发现的 同时还有一名是一名游客是不知现在人这个尸体 或者是说他现在在哪里 这个尸体在哪里 所以还是需要现在呃警方或者是当局进行一些搜索啊 呃那么当局也要告诉大家哈 这个海滩呢 它是英国的这个呃康贝金沙海滩啊 这个海滩也是英格兰南部最著名的一个海滨的度假生地 呃如果说是我们有意的民众想去那里度假呢 一定要小心当地的这种意外的事故的发生了 呃呃这是属于啊天灾了 也是属于呃不算是人祸 但也相当于感觉像是呃意外的事情的发生 但是同时呢 另外的一件的事情的发生战争 也是威胁着我们人类的另外的一个武器了 嗯在美国有一项研究就显示 呃在2010年阿拉伯阿拉伯之村开始以后 就有各种的那些冲突啊 以及内乱 那导致到整个中东的地区的人 他们平均寿命已经在减少着 就是缩短了他们的那个寿命 嗯然后再根据一些华盛顿的大学 健康指标和呃评估的研究所 他们所研究的一些报告显示 呃他们在这呃 呃他们这一些内乱啊 或者是卫生的进步啊 这一些地方这一些事情 导致到有三个国家的人 平均寿命已经在2010年到2013年的 这个年份呃 这这三年里以内减少了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 嗯是的呃如果是就叙利亚来说 我们知道现在叙利亚内战时期 那么叙利亚男性呢通常是可活到75岁 但是呃因为叙利亚内战到了2013年以后 平均的这个死亡年龄是69岁 那么同时期在叙利亚女性这方面的平均寿命是从80岁下降到75岁 平均下降了5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阶段 但同时对于儿童来说呢 似乎呃婴儿来说似乎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也不乐观 嗯在2001年到2010年就是10年的时间以内 他们这一个国家是叙利亚这里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年下降至呃有6%的 但是在2010年到2013年就在这三年的时间以内 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呢是提升了9% 嗯就是90%的一个上升了呃 那么这个预告或者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 有如果是战争经常频发的这些国家 他的寿命也会降降低 他们婴儿的成长率啊死亡率也会升高 呃这就希望我们呃不要起战事 不要有战争啊但是呢呃战争和战事是世界的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世界世界的一个常态 不可能是没有战争的 呃但是面对战争的时候 我们又该应该怎样去呃面对或怎样去自处啊 这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需要去想或者是需要去理解的一个问题 呃除了呃这呃我们其实今天呃就谈到有天灾 有人祸又有人为的一些战争 是我们整个生活的地球 是是我们整个生活的生活已经变得 有一些危险性 但同时呢哈 其实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个呃菲律宾的总统呃 呃对华的声音还是比较和欢的 诶但是今天突然变了一个样 然后一些菲律宾的总统呢对华开始枪声了 他说犯我领土必流血 他我觉得这一这样子这样子说话的才是他吧 嗯因为他就其实这事情是这样子 他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在他希望在今年以内呢 可以跟中国就是解决男孩的问题 但是在隔天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这个态度 他警告如果中国侵犯到菲律宾的领土就不会不惜流血 嗯是的那么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呃有关的在这样子的分析哈 他一时比较暖和一时又比较冷酷啊 原因是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菲律宾的总统一直以来他的态度都是非常冷酷的 而且的手段的也都是非常果断于呃于于于于果断的哈 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他对华的政策啊之前呢是比较缓和 哎现在又比较力声力气啊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就会让我们感觉有一些分析 这些分析的原因就是啊杜特蒂呢他跟之前的总统啊阿奎诺的对外交或对中国的态度 一些啊外交方式是有些不一样的 那么阿奎诺的主要是站在美国这方面那么现在呢啊都特地想改善菲律宾的这种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的这种啊这种处境 所以呢他想转变对华的一些政策对华的一些态度 但是同时呢也不发强硬就是呃要试探一下中国呃我可以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温暖的方式和和中国外交呃做一些磋商或协商或沟通 但同时啊不要把我当成病猫啊我说我一直是软着的我也有力生力气的时候 如果中国真的不愿意和谈我真的不愿意走到那一步的话 如果你要犯我的领土的话我也在所不惜会流血的 所以这也是杜特蒂啊给中国这方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态度的转变 同时他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转变 嗯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